政府早前宣布 国内的燃油价格将在明天元旦 启用美洲浮动价格机制 财政部下午发文告指出 这项机制不会在1月1号落实 而是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实行 这是因为政府在聆听多方的意见 同时也要研究马来西亚游战业者协会 反对浮动价格机制的看法后 才决定落实日期 文告也表明 政府会在1月2号针对游战业者协会 要求政府检讨浮动价格机制 对业者赚服的影响而召开内阁会议 因此确切的实行日期将在内阁会议后公布 目前 软95价格每公升2令吉20仙 软97为2令吉50仙 柴油则是2令吉18仙 他一位教讨计可的队位置 做出出出出的疾患者就像作出这一位梯协会议